现如今呢 美国方面眼看着 对吧你这个我搞了半天 围堵中国什么 这个什么芯片呀汽车呀新能源呀 人工智能等等 好像堵不住呀 我越堵你怎么越发展 这怎么行呢 那美国方面呢非常的这个不爽 怎么办呢 他一看 诶荷兰和日本方面和中国还在做生意 虽然什么EOV高端的设备不给销售了 但是呢一般的设备 诶还是和中国的企业合作 所以呢 现如今美国方面又开始动起了心思 说我要先我现如今呢 要和 要和这个 要和这个 荷兰和日本呢 要进一步的施压 施压 然后呢 要求这些这些国家的企业 进一步 这个切断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了美国企业也非常的担心 而且呢 现在荷兰和日本方面呢 非常的不满 非常的不满 那么现在的拜登政府的处境呢 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了 我们不说其他的 我们来看一看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阿斯美亚的CEO 他是怎么说的 他最近直接表态说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战 根本就是谎言 不是基于事实 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战争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说这句话的是 这个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阿斯美亚的CEO 阿斯美亚的CEO 那么我们就来看 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呢 美国彭博社呢 有一则报道 特别谈到 美国正在施压荷兰和这个日本 要求他们继续进一步的缩短 进一步的这个要切断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要进行更紧密的 这个所谓的小院高墙 更紧密的贸易的这个壁垒构建 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 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呢 迅速震荡 那么在17号的时候 东京电子 东京电子是日本非常著名的 一家这个半导体的设备供应商 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在17号的时候呢 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股呢 在日本股市就遭到了抛售 那么日本的股票呢就下行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显然的 这个日本方面的半导体企业呢 就觉得 你这个美国方面呢 又要开始动手了 彭博社的报道当中 除了谈到美国方面 要即将采取一些新的举措之外呢 还特别谈到现如今呢 拜登政府的处境呢 变得越来越尴尬 为什么越来越尴尬呢 我们来看一看 彭博社是怎么说的 彭博社的报道里面谈到了 美国半导体公司呢 对拜登政府的做法呢 持否定态度 我们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当中 特别引述了一个数据 那就是美国自己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巨头 范林集团 美国自己的这些 半导体的这个应用材料 等等这些半导体巨头呢 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呢 是市场占有率呢 来到了42%和43% 增长了20%多 所以呢 这种情况就反映出 美国对中国进行脱钩锻炼的时候 对自己的半导体公司呢 半导体设备公司呢 是怎么样呀 是放水的 是放水的 那么在放水的情况下 你想想看 你现在要求东京电子 要求荷兰 进一步和中国市场切断关系 那么很显然的 你这就是什么呀 你就是要吃毒食嘛 对吧 所以为什么荷兰和日本方面会非常的不满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彭博社说 拜南政府很尴尬 一方面美国自己的半导体公司 对吧 都不满美国的这些种政策 你这么干呢 不仅没有好处 而且呢 只会带来坏处 另一方面呢 现在对吧 我们都知道距离美国大选呢 也就有几个月的时间 美国门友们呢 也认为 这个时候你就别折腾了 拜登老先生 你有时间呢 就回家多歇歇 多睡觉 对吧 你不要再来折腾了 你这个折腾来折腾去呢 不仅看不到什么效果 你还把这个市场 好不容易得到的中国大陆的市场呢 把各种市场份额呢 都让给了 这个美国的企业 而且呢 你最终还培养了 中国自己的本土的供应链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美国方面 进一步要求 施加荷兰和日本的举措呢 它肯定会打击到 东京电子和阿斯美亚的 在华的业务 那么这样的举措 也是被视为是 过于严厉 过于严厉 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 在记者会上 也回应了 美国彭博社的提问 林健说到了 中方的态度 当然我们此前也看到 中方一贯的表态 说美国恶意打压 封锁中国的半导体呢 这个实际上呢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它只是把这种科技问题 这个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 犯工具化 不断加码 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的管制 那么也胁迫 威胁其他国家 来施压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其实是破坏了贸易规则 损害了全球的供应链 供应链的稳定 尤其呢 中国方面表态说 希望相关国家 明辨是非 坚决抵制胁迫 共同维护公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 荷兰和日本方面 对吧 你现如今 你们是不是也很不满呀 你们是不是也很不爽呀 你们是不是对美国 不断逼你们 这个让你们没办法赚钱 没办法做生意 感到很无奈呀 所以呢 你们要怎么办呀 林健在这个记者会上 他说的是 希望相关国家 用了什么呀 用了这几个字 明辨是非 坚决抵制胁迫 共同维护公平开放国的国际经贸秩序 真正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 什么意思呀 在中国市场 你有长长久久的生意可以做 你有长期的生意可以做 这个时候跟着美国喊打喊杀 真的符合你的长远利益吗 其实讲完了 中国外交叛应人 林健的这一番说法呢 真是说到了日本荷兰这些企业的心里去了 真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 你美国要当老大 要跟中国搞什么大国博弈 对吧 关我什么事呀 是不是 我荷兰我有机会成为世界老大吗 更不可能的呀 我这时候有生意 做点生意拉倒 对不对 而且最好呢 是服务好客户 搞好关系 把生意做得长长久久 所以我觉得林健的这个讲话特别好 希望相关国家 明辩是非 坚决抵制胁迫 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 真正的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 当然 能不能扛得住这种胁迫 能不能扛得住美国的压力呢 另当别论 我们也要知道呢 美国在这个 在荷兰 在日本 在这些方面呢 它还是手段比较多的 很多事情呢 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手段 它还有一些安全呀 或是供应链方面的一些压力 会胁迫 会胁迫 那么另外呢 这个日本方面 韩国方面呢 也被美国多次提醒 你比如说 在6月26号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长雷门多呢 就在美国呢 会见了韩国的 这个产业通商资源部长 这个 另外呢 还会见了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 翟腾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要求相关国家 不要和中国之间合作 不要和中国做生意等等 但是我们也知道 做这样的呼吁呢 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但是呢 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效果 虽然能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呢 造成一定的障碍 但事实上呢 效果有限 那毕竟我前面列举了那么多的数据 在第一个这个话题当中呢 大家也都看得见 对吧 也都看得见 很清楚的 那么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特别谈到了 美国日本韩国的联合声明当中 虽然影射中国 但是呢 通篇没有提到中国的担忧 中国的名字 原因也很简单 日本方面担忧 韩国方面担忧 连荷兰方面也担忧 你这么搞下去 对吧 把我给买掉了 把我给买进去了 韩国它有众多的产业和中国大陆市场呢 是高度互补高度合作的 那么韩国在 新能源汽车电池 你比如说LG新能源 对不对 还有呢 韩国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屏幕 现在中国有京东方 对不对 韩国在存储芯片 中国有长新存储 长江存储 对不对 那么韩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 显示器等等 加电 其实众多的产业和中国之间呢 现在已经形成了 在过去是互补 现在已经是竞争关系 如果韩国方面 此刻当下 不断的听从美国的 对中国市场呢 采取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动作的话 不友好的动作的话 那么实际上 韩国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同样的逻辑 放在日本 放在荷兰身上 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呢 由于美国它要求越来越过分 对吧 那之前呢 你这个要求很高 意思一下 配合一下 你现在呢 越来越过分 那么这些国家呢 就很难再去 跟着美国一步一趋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就是来自美国的国会议员 还有很多的政客都抱怨 都抱怨 就是美国的很多半导体企业 利用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 趁机向中国芯片企业 来出口各种设备 美国组建对华芯片统一战线呢 其实上已经失败了 说这句话的 根本就不是我是来自美国彭博社 还有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 美国的政府高层 政府高层 因为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呢 持反对态度 美国 荷兰日本方面我前面说了 持反对态度 那么种种这些企业都不满 那么实际上呢 即便你推出了一些政策 他们也会想尽办法 把它绕过去 你比如说 那么日本方面呢 在今年上半年 已经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的出口呢 增加了100%多 埃斯美亚公司 他们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呢 也来到了50% 这两个数据本身呢 就意味着他根本呢 就已经离不开了 已经离不开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最近呢 美国的大选 这个局面呢 肯定会牵动 未来整个局势的走向 那么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呢 这些国家 这些所谓的美国的什么 盟友呀 统一战线呀 有岸外包 这些国家呢 会面临更大的冲击 因为特朗普的做法 和拜登又不一样 他的做法就是说 什么盟友不盟友的 对吧 通通给我交保护费 最近拜登说 最近特朗普说 韩国 你给我的保护费 增加五倍 你想想看 五倍是什么概念 他讲的保护费 就是军费 对吧 这军费已经很高了 再增加五倍 你韩国扛得住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拜登再去施压 日本和荷兰 等等国家呢 其实已经没什么用了 一定给你敷衍一下 过个几个月 你老先生就回家 对吧 这个养老去了 是不是 就特朗普上台 又是一番天地 特朗普又不搞什么 盟友外交 又不搞什么价值观外交 也不搞什么 有岸外包 特朗普就是 通通来我美国 你不来 搞弄死你 就这么简单 你给我交保护费 你不交对吧 那俄罗斯 来 让俄罗斯去 去惩罚你 惩罚你之后 你就乖乖交保护费了 这个是特朗普的逻辑 特朗普的逻辑 然后最近呢 特朗普又语出惊人 他在不久之前 接受了这个 美国的媒体 彭博社的这个专访 专访了90分钟 他在专访当中 特别谈到了 对这个中国台湾的政策 特朗普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这个 中国台湾 夺走了 我们美国百分之百的 芯片的事业 台湾要给我们保护费 台湾要给我们保护费 等等之类的 这个 对吧 这个说起来也是实在是 实在是 我不知道听到很多台湾朋友的耳朵里面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对吧 这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就这么玩的 就是这么玩的 而且我们知道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当时这个凤凰城 为台积电准备了六座工厂的用地 就是土地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对吧 但是呢 台积电呢 只承诺去那里盖三座工厂 特朗普上台之后 一定会说 通通给我滚过来 你不过来 我弄死你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非常的粗暴 非常的粗暴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现在的这个政策 美国呢 针对中国的芯片的施压政策呢 已经越来越没有用了 这些门友呢 也累了 也不 就是 现在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 也不愿意跟随你的政策了 对吧 也搞不动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呢 内部呢 也要换 换领导人了 对不对 那么换领导人之后呢 政策方向呢 又是另外一个政策方向 所以呢 整个局面呢 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而且我前面讲说 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过分 为什么呢 现在美国 你比如说 他进行施压这些所谓的门友 他的手段呢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最近我们又看到一则新闻爆出来 就是 这个美国的黑手呢 已经升到了荷兰的大学 说你荷兰 有一些大学 对吧 做理工科的研究 那么 你招中国学生 你给我小心点 很多实验室 很多专业 你不能招中国学生 为什么呀 你荷兰是这个 这个理工科 不是不错吗 有些大学 那么你招中国学生 万一学到了核心科技 怎么办呢 已经 就是说 他已经把他这个限制呢 已经无孔不入到 这种程度了 目的当然是为了限制 中国的半导体的 这个生产能力 但是你想想看 荷兰的 这个大学 对吧 他毕竟是学生 培养学生的地方 虽然说 阿斯美亚公司 和荷兰的顶级大学 叫做 埃英霍芬理工大学 的的确确 是有一些项目合作 那有一些科研公关呀 等等 这也很正常 很多的这个 这个企业呢 高科技企业呢 和大学的实验室 大学的科研验所呢 都有一些 联合公关的项目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说 如果说 参与到某一个项目 写一个论文 做一个实验 就学到了什么 光刻机怎么制造的 那你也想的太多了吧 对吧 你也想的太多了吧 怎么可能呢 对吧 但是美国方面呢 他现在的这个 这个黑手 这个动作呢 就已经渗透到 如此之深 那么这所大学呢 他的校长呢 最近对外 透露了一个消息 他说 美国人总是来我的学校 问我 关于中国学生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 美国去调查 荷兰的理工科的大学 对吧 你们需要的 对中国学生的 招生政策 政策是什么呀 等等的 而且呢 我们看到 根据这所大学的校长 他的透露 去年的时候 美国驻荷兰的大使 就向他询问过 关于大量留学生 这个 这个中国留学生 在这所学校 读书的 这个一些 一些这个事情 那么校长就认为 美国呢 是搞双标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要提防中国学生 但是呢 又是谁给中国学生 发放各种签证 让他们进入 美国大学呢 其实是美国政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不要老讲我 对吧 你美国的 这个大学里面 也有很多中国学生呀 你怎么不去防 对不对 我荷兰的 这个科技大学 招一些中国学生 你美国大使馆 都要来过问 怎么会到 这种程度呢 那么其实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就想说的一点 是什么呀 就是说 这个消息 为什么会被暴露出来 之前为什么 没有暴露出来 这已经说明 反弹已经在开始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美国做的 这些过分的事情呢 那么包括荷兰的大学 包括这个 阿斯美尔的 这个管理层等等的 大家已经开始 不断地在媒体上放话 就是你是怎么干事情的 你是怎么要求我们的 你做了哪些 对吧 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通通给你包出来 让你也难看 让你也下不了台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美国的政策 真的是推不动了 如果美国继续往下推的话 未来一定会有 更多的类似的事件 在媒体上被曝光 被曝光 那么呢 就会让美国下不了台 原因很简单呀 对吧 我这个大学 我招生 按道理讲 我有我的招生的原则 招生的规范 符合我荷兰的 教育部的要求 和中国哪些大学的合作 这个考试的要求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荷兰 有我荷兰的 自己的国家安全 技术保密 相关的规范 对不对 你美国驻荷兰大使 你跑过来 指导我的大学 怎么招生 你教我怎么做人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 教我怎么做人呀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大家想想 是不是 这很符合常规吧 我是一所荷兰的大学 我遵守我的法律 符合我的道德 按照我的招生要求 按照我的国家 机密的要求 我做事情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按照规则 办事情呀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违反了规则 惩罚 如果没有违反规则 我爱怎么招生 怎么招生 管理美国鸟事 管理美国什么大使馆 鸟事气 不是这样吗 结果呢 他 美国驻荷兰的 大使馆 跑到荷兰的 埃英霍芬理工大学 去进行 要求 而且询问 说白点就是搞调查 对不对 搞调查 你招了多少中国学生 多少博士生 多少理工课生 在什么实验室 做什么项目 科研方向是什么 有没有学半两体的 有没有学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说实话呢 在一般的国家呢 其实啊 这就已经干涉别国内政了 而且这是很细微末节的事情 是一个高校招收学生的 如此小的事情 美国已经把这种 围堵中国的这种做法呢 已经用到了如此之细微末节 如此之小的地方 也可见呀 这美国呢 也真是没招了 没招了啊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也看到 荷兰的这所大学的一些 半导体的专业的教授呢 也都说 现在呀招收一个中国学生 来这个读书呢 已经变得非常敏感 而且变得越来越困难 现在呢 美国呢 施压荷兰的政府 本来呢 应该要进行一些 学习交流的 这个学术的一些活动呢 被取消 被限制 不能进行 其实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力 介入到荷兰的各种运作 如果你说去 管制阿斯美亚的光刻机 对吧 你从这个什么国际 什么什么什么 技术管制等等之类的 你美国搞一套 这种狗屁规则 对吧 你现在 连一个学生 能不能参加什么会议 能不能进行母像研究 能不能做母像实验 这里都要管 说实在话呢 确确实实啊 美国的这个做法呢 已经是非常的过分了 那么荷兰政府方面呢 那么实际上 他的做法呢 也是左右为难 一方面呢 美国施压 另一方面呢 他也知道很多事情呢 是讲不通的 没有逻辑的 那么不可以这么干下去的 不可以蛮干的 但是呢 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太多的办法 那么说这句话呢 我们也看到 说的最好的呢 就是荷兰的光刻机的巨头 阿斯美亚的前任CEO 他最近呢 卸任了 卸任之后呢 他胆子也大了 对吧 不断的发表各种演讲 那么荷兰的这个光刻机巨头的 这个前CEO呢 他最近的一个演讲当中 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战 根本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根本就是无关事实 那么这一位名为 温彼得的 这个 在阿斯美亚担任了 10年CEO的领导者呢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这个退休了 退休了 但是在2018年以前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 这个 但是从2018年开始呢 美国都以各种国家安全为理由呢 对阿斯美亚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温彼得 他在整个 经历了整个过程之后呢 他应该对情况非常了解的 他在演讲当中呢 有这么一段话 我直接读给大家听 他说 这个美国方面的各种要求呢 不是基于客观事实 不是基于数据 不是基于基本的逻辑 而是基于意识形态 你要怎么想都行 但我们是要平衡持股人利益的企业 如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我对此呢 有意见 那说的呢 比较委婉 所谓的有意见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不爽 对吧 我不爽 那么他在采访当中就直言说 那么阿斯美亚公司在中国 已经经营了30年的时间 我们有客户 我们有员工 我们有企业应尽的义务 我们签了大量的合同 我们需要履行这些合同 你不能无底线的要求我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什么都不能做 那么文彼得在演讲当中 他又说 我想华盛顿有时可能认为 文彼得先生或许是中国的朋友 他说 不 我是我的客户 供应商 员工和持股人的朋友 这话讲的呢 其实也是很地道了 对吧 很到位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华盛顿美国方面指责我 说我呢 对中国友好 是中国朋友 那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 这和朋友不朋友 没有关系 因为那里有我的客户 对吧 我们讲顾客是上帝 这不是讲的完的 别人付钱给你了 签了合同了 对吧 售后 维修 更换零部件等等之类的 软件更新 那你要履行你的承诺吧 对吧 所以他说 这跟他说 不 这跟朋友不朋友没关系 那里有我的客户 有我的供应商 有我的员工 还有呢 一些这个 我们的股东利益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讲的 我觉得呢 讲的已经很透了 对吧 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因此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反映了两个方面吧 一方面的就是 我们第一部分讲到了 中国的这个芯片的数据 中国的华为手机的数据 中国的汽车的数据 都是最新的数据 已经很清楚了 你美国无论怎么制裁 无论怎么搞 我们信心向荣的自主发展呢 其实正在 快速的这个进行当中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或许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呢 有点兵荒马乱 有点手忙脚乱 特别是美国 刚刚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链的时候 这一点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呢 逐渐回归正轨 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在第二部分讲到的是什么呢 是 现如今美国希望进一步施压荷兰 施压日本 施压韩国 没什么用了 大家反弹的很厉害 反弹的很严重 而且美国马上换政府了 对吧 大家呢 也懒得搭理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现在呢 都是各玩各的 自己玩自己的了 这么贵